早期七位神仙 怎么个意思啊 神仙不在天上 跑到这田间地头里面来了 好家伙 不怕神仙接地气 就怕他神仙玩猫腻啊 这底下还提示咱们七个神仙分别是 玉帝 黑白无常 赤脚大仙 玉老 太白金星 嫦娥 拖塔天王 我说策划呀 你设计的这画面里头 确定有这么多神仙 没错 那行 那我就信你一次啊 让我看看啊 这走过来一个 大仙 大仙大仙 那肯定是赤脚大仙吧 不过我这点了半天 也没反应啊 哎哎 哎你别走啊 我说 对 他虽然走了 但是又来了一个人 我这没点 天王 改地虎 哎 这个小伙伴们都明白啊 那下一句肯定就是 宝塔正合腰 宝塔宝塔 宝塔不就在这上面吗 我把它拿起来 放在这个小人的手上 宝塔正合腰 有痕 原来是托塔天王 懂了懂了 他们藏的刀还挺深 不过也不难 来下一个 呦 又这是谁啊 这有点眼熟啊 他手上拿的这是 奶茶吗 喝下你藏后的毒 又又又 慧哥 刚才过来的可是事先礼拜 你就让人家喝那么难喝的奶茶 我和小伙伴们 必须发一波地牢嘲讽 狠狠地谴责你 阿婷 这都是误会 要不这样 能不能往这狠狠地点一波赞 慧哥我这就擦亮眼睛 带领你们找神仙 臭不要脸 哎你们看 这有个水果 哎怎么说 它一点就会掉下来 这个我学过啊兄弟们 当年的牛顿 就是被树上的苹果砸了脑袋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个李白 字太白 我们要是让苹果砸像李太白 它肯定就被砸的眼貌金星了呀 那都就变成了 太白金星 现在这个大仙走来走去的 我还点不动它 只能试一下山门的玉米了 哟 一只田鼠 那我再拔一个呢 叔叔我呀 不要生气了 这破田鼠 带我玩的是吧 可以 来兄弟们 这就在弹幕里面发送红盘 把它给我发下 哎 别别别别 我刚才研究了一下 终于知道这个大仙怎么操作了 咱们需要点击裤子的下面 这样他就会把裤子提起来 哎 这不就漏了两只红鞋 赤脚大仙可能是不穿鞋的嘛 所以我 哎哎 你走慢点啊 我走了 拜拜 想溜 不存在的好吧 我在这等着你 出来吧你 这回你可别想跑了 这就给你把鞋扒掉 赤脚大仙 让我发现了吧 现在已经找到三个了哈 让我再看看 这边有个鹅 一个鹅鹅 取向向天鹅 哎 这脖子还能变长 长脖子的鹅 那岂不就是 长鹅 现在还剩下三个没有被发现 但是点击中间的能呼 都没反应啊 不过 这边有个红绳 还能往下拉 这怎么个意思 红绳背后难道还说了人呢 我拉 我再拉 出来吧你 拉住红绳的两端 就得一辈子才一几哟 那停停停 谁要跟你这个神经病老头在一起啊 我的心早已走走了好吧 今天给你拽出来 你可得把那条红线给我拴好了哈 不不不不不 现在只剩下玉地和黑白无常了 这玉地跟上面的玉米地 应该是有点关系的吧 但是我拔玉米 只能出来令人讨厌的田鼠啊 这我肯定不服啊 玉米地绝对有问题 我今天给你叫上劲了 拔一个不行 那就拔俩 拔俩不行 我就拔仨 哎 这大脑袋它是 玉地 啊行 藏还挺深 好兄弟们 现在只剩下黑白无常了 你看他这眼神 绝对藏着东西呢 你老实告诉我 他们到底在哪 哎 哎我问你一会儿呢 怎么睡着了 过去 农夫睡觉 黑白无常就出来了 难不成他们是来 哦 啊你放心啊 农夫 今天有灰哥在 不可能让他们伤到你 给我收 哎 七位神仙一找齐 咱这直接通关 咱俩